白宮發言人沙奇在一份聲明中說他在星期日的新冠病毒檢測呈陽性 並表示他對上一次看到拜登總統是在星期二 現年42歲的沙奇說他接種了疫苗,症狀輕微 他說星期二他與拜登坐在室外,相隔6英尺,也即1.8米以上,並戴了口罩 一名不知情人士說拜登上星期六的新冠檢測結果是陰性 沙奇在聲明中說為了展現充分的透明度,他現在披露今天的陽性檢測結果 沙奇是白宮首席發言人,是拜登一月上台以來他的政府團隊當中感染新冠病毒的最知名人物 沙奇說他決定不參加拜登今週的羅馬和加拉斯哥之行 因為他一名家庭成員的新冠檢測呈陽性,隨後他本人也進行了隔離 沙奇說他從星期三起就被隔離,隨後的多次檢測都是陰性 但在星期日的檢測就出陽性反應 目前白宮方面正在努力控制疫情,幾百萬美國人拒絕接種新冠疫苗 後開場 加热 創出 成功 等一後開場 架